既然提到了短跑冠军 我们就不得不重点介绍 正如你所知 猎豹是陆地上速度最快的动物 最高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13公里 相当于3.2秒就能跑完百米赛跑 猎豹为什么能跑这么快 这与它的身体结构有关 一个是它腿长 一个是猎豹的脊椎骨很软 容易弯曲 中间就像大弹簧一样 所以在奔跑时 我们都可以看到猎豹的前肢和后肢都在用力 而身体一起一伏的 当它速度达到110公里以上时 其实是在超负荷运动 所以猎豹的体力 只够支持最快速度8到10分钟 它们主要的食物就是各种羚羊 我们也能经常在动物世界中 看到那种猎豹追逐羚羊 上演一场急速奔驰比赛 而海里移动最快的是番鱼 番鱼是大西洋和印度洋 太平洋中游动速度最快的 它能够达到每小时110公里 那天上飞呢 我们所知道的 飞得最快的鸟类是游熏 它可以在飞行中达到每小时322公里的最高速 它的身体所有部分 几乎都能适应高速飞行 说完了海陆空3D生物的速度大比拼 我们加点人类制造的高速 每一位开车的朋友都知道 大部分高速公路的限速是每小时120公里 而世界上运动最快的列车 是我国的金湖高速铁路的列车 它的最快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486公里 但还有比金湖高铁列车更快的汽车 那就是英国的超音速汽车 群血猎犬 它使用了欧洲台风战斗机的喷气式发动机 和一个火箭发动机 在最大引擎的作用下 这款超音速汽车可以达到每小时1678公里 而音速是每小时1224公里 而这款车达到了音速的1.5倍 如果用最大速度开着它从海南到北京 只需要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但这辆车并没有什么实用价值 它只是为了打破汽车的最快世界纪录 而世界上最快的喷气式飞机 是NASA的X43A 也是无人飞行器 它可以达到约每小时1600公里的速度 主要是为了进一步追求太空旅行